今天就和大家講一下2013年第八條 這條就說政府面對一個財赤 如果是一個財赤的時候政府要籌錢 增加入息稅 去減低財赤 叫你評估一下那個報告數 評估意思就是你可以說好又行 不好又行 撇除不要說好壞 那它有什麼影響 如果你想到有什麼影響 其實如果是好的時候你就說回它好 壞你又可以說回它壞 如果增加入息稅 其實就有一個Disincentive的Effect 會打擊了那些人工作的意欲 我賺多了又被政府抽了稅 還有它說增加入息稅 應該是說稅率 那Test Rate上升 是不是必定導致Test Revenue上升呢 其實就不一定的 Test Revenue不一定上升 因為可能Numbers of people 交稅的人 或者它賺取的收入 應該這樣說就是Testable Income 可能會下跌的 那如果Testable Income 是跌了的時候 那Test Revenue就不一定上升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ADAS Model 那如果是ADAS Model Income Tax上升 那那個C就會上升 啊 sorry就會下跌 那那個AD就會下跌 那AD下跌的影響是什麼呢 產出水平跌 但是同時間物價水平也會跌的 那這裏就即是兩題了 那如果那個物價水平跌 是那個經濟處一個高通脹的環境 那可能未常不好啊 那但是產出水平跌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就不好的 那但是如果是一個通脹差距的情況呢 那可能就會變為好事 那我們看看答案吧 那同學見到啦 第一點其實都是同一個Point來的 那一個就說 Test Revenue會增加的 如果那個Test Rate增加 那個Test Payment減少的幅度 是比較多 那個Test Payment減少的幅度 那第二個就 那下面那個就倒轉 那這個Point的 看看同學怎樣寫吧 那另外就 這裡就比較誇張一點 4分 那當然我猜現在就未必是4分 可能2分 那或者 這個Point就 我剛才沒有提到啦 Equalizing Income 那其實就 真的就比較間接少少啦 它說如果有一個Proportional的話 一個Progressive的話 可以Hell Equalizing Income 那都可以的 那當然剛才我們也沒有提到 那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Marking Scheme這個Point 那就 那如果在一個Inflation Gap 減少的Output 其實就減輕通脹壓力的 那這個就 合理喔 那這個就容易想 那下面 那有什麼不好呢 那個Disincentive Effect 對啦 那些人就不想做事啦 那那個Output 其實會少了的 如果Output 少了 那就不太好 那其實 也有很多Point可以寫 這一段題目 是